Hello,大家好,我是小银 今天呢,接着和大家来聊多肉 其实呢,咱这个多肉的繁殖啊 有很多种,你像千叉呀,叶叉都有 那在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直和大家说不要过多的去折腾这个肉肉 就是说呢,尽量的不要去做什么叶叉呀,千叉的 但是对于很多羊肉的朋友来说呢 就是觉得叶叉呢,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白叶片的时候,听着那种咔咔的声音 真的是心里让人很痒啊 所以说呢,就想自己尝试一下来这个叶叉 尤其是冬天,大家窝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 当然呢,只要咱有这个决心啊 温度不是问题 尽量头疼的呢,是在叶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呢,就简单和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叶叉过程中的一些遇到的问题 看一下哈,我屏幕下方的这些小苗啊 都是咱们这边叶叉的,自己做的叶叉哈 其实这个,要么都说 这个叶叉呢,是一件让人很有成就的事情 很有成就感 但是呢,一定要耐心 首先第一点就是浆苗 你像咱有很多肉油在这个做叶叉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就是不发芽也不生根 它也不化水,就放在那里呢 好长时间就是一动不动 有的甚至说,受不了这个直接给扔掉了 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经历,对吧 这咱说的这个姜苗哈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些的熊童子 也是我们熊童子的小苗哈 熊童子的话呢,这边不建议叶叉 因为叶叉很难成功 可以已经做一下千叉 然后再就是化水 其实这个啊,在冬天的时候呢 嗯,概率很低 基本上是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多 很多肉油就说我避开了前两个问题,对吧 那叶变也发芽了 但是根系不往土里扎 很有个性 它那个根呢 我这边叶叉苗中带下来哈 就是它这个根 给大家说一下 它会呈现一种怎样的涨势哈 你看咱一般的这个苗哈 它的这个根系呢 都是往下扎 扎在这个土里边的,对吧 但是有很多这个叶叉苗呢 它不,它这个根呢 不往土里扎 而是从这个叶片 往空气那里扎,对吧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这个呀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 呃,向,向水性 不管是什么 叶叉,千叉 还是咱这个 给多肉换盆一盆也好哈 多肉呢 都有一个向水性 哪里这个空气湿度大呢 它这个根就往哪里扎 再有就是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哈 夜叉的时候呢 就是,我给拿熊童子来给大家 就是举个例子吧 当然不是说在那个熊童子哈 很多肉肉就是夜叉苗成功之后呢 它这个叶间距会变大 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土长 你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干细又,这个 主干呢是又细又长很脆弱的感觉 这是其中有可能遇到过这样的一种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母叶消耗完了之后就不整了 而且呢越长越烟 擅着刀尖就直接挂掉 今天呢主要是和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大家在这个夜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几个问题哈 第一个加苗,第二个化水 第三个就是,呃,更是一波往土里扎 往空气中狂涨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夜叉苗花芽之后 夜间就变大 就是土长 然后第五个呢 母叶消耗完之后呢 咱这个写完就不长了 这个呢是我遇到的几个问题 相信大家也都遇到过对吧 那今天呢主要就是和大家说一下 夜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至于解决方法呢 在下期的时候并和大家详细的说明 好了 那本期呢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